跟著音樂擺動肢體 開心跳舞 八歲的女童活動力十足 很難想像四月份的時候 她感染了食人菌 肺炎濃胸還得洗腎 連蝕子皮膚都發黑 脹出子斑 手掌部分點點子斑 腳掌也是 大腿肌肉摸過去 看得出來指痕 女童最嚴重時的X光片 左側的肺炎 何必濃胸還得洗腎 狀況危急 昨天我們到一般的診所去 那一樣是開了抗神書 要吃紙 要退燒 那一個小時之後發現不行 就是那個狀況不對 沒有明顯到會緊張的感覺 所以一到醫院來之後 馬上進到嚴重的病程 我們其實非常的意外 原來四月份的時候 女童出現的不是症狀 一舉發燒 家長送她到成大醫院的時候 醫生確認她感染了食人菌 食人菌就是侵襲性A型鏈球菌 初期症狀就像是感冒 其小數會演變成重症 致死率百分之五十 號稱為 食肉菌或者是食人菌 那它其實是一個 可以引起化膿性發炎的細菌 它跟我們的群體行動 團聚 就是群聚 然後飛沫 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及時的治療女童住院 一個半月之後 康復出院恢復生活 醫院調查 女童周遭同學 有日本的旅遊史 不排除因此感染 開學前一天就醫患者多 不少家長擔心孩子開學就生病 提醒口罩戴號 就精消毒避免感染 三零新聞網上聚容台南報導